市長問一下今天報到秀才的時候有沒有感覺像個某個議員 因為 議員 議員 喔議員 因為學姐說王世堅像紅毛猩猩 我們看一下 我沒有特別留意 不過因為秀才是女生啦 他不太一樣比較秀氣喔 那世堅議員是非常陽剛喔 所以我想這個沒辦法相比 但我覺得無論如何我們都很開心喔 秀才的誕生 我們也希望他可以健康平安快樂的長大 今天講師還沒開課 因為我已經被蘇院長這個是氣到一個不行 這個問題就等等 等講師開課 我就第一個回答你這個問題 議員長問一下 您看說講官他留意至少四位都是女子生長 他會不會覺得乾脆讓王先生放棄就好 因為過去老美式的經驗有否認證 我都覺得自己的問題 謝謝 因為今天講師還沒開課 所以今天我針對蔣萬安的問題我就不提啦 因為我已經被蘇院長這個是氣到一個不行 因為他竟然說賴清德 親自來擔任黨主席有利有弊 對啦可能有利有弊啦 但是你蘇貞昌賴著不走全是必 搞清楚 你今天如果說你又下台了 那你再來說什麼都可以 你今天還沒下台 該你負的責任沒負 那你吱吱喳喳喳說什麼呢 說聲道士 只是讓社會更難過 更看他笑話而已嘛 這讓我們這些後輩情何以堪 我們一個這麼好的創黨元老民主前輩 竟然淪落到 要讓社會各界 在背後指指點點 我搞不清楚耶 蘇院長你沒看到嗎 因為你看這個環保局長 劉明農 他可能會續任 就是擔任那個蔣萬安小內閣 那現在基層就有反彈聲浪 甚至說 喊出說要氣同融合會 他爭議真的有這麼大嗎 這部分我現在不方便講 因為我今天太氣憤了 所以今天 今天 這個問題就等等 講師開課 那我就會 好 我就第一個回答你這個問題 蘇貞昌說 賴清德擔任黨主席是有利有弊 蘇貞昌賴著不走 全是弊 社會的要求很清楚 四個字 責任政治 你現在應該做的也是很清楚四個字 下台負責 你還吱吱喳喳什麼呢 為國家做事 問過不鞠躬 你如果連這一點都搞不清楚 那你還是我們創黨的元老 天啊 請神容易送神難啊 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場 但是應該順便帶走那根撞球棒 蘇貞昌說 賴清德擔任黨主席是有利有弊 蘇貞昌賴著不走全是弊 賴清德也為了蘇貞昌賴著不走 蘇貞昌造成阻礙 所以賴清德不得不在這個時候 那親自出嘛 以他清新改革正直的形象 來彌補蘇貞昌不走的那個缺憾啊 所以蘇貞昌講什麼呢 其實我認為蘇院長要想清楚 不要把簡單的事複雜化 現在社會的要求很清楚 就是責任政治 所以你蘇院長應該做的也是很清楚 下台負責就是這麼簡單 我再一次強調蘇院長 社會的要求很清楚 四個字 責任政治 你現在應該做的也是很清楚 四個字下台負責 你還吱吱喳喳什麼呢 你現在走 是攻城深退 留民輕始 你不走 是留下惡民四面楚歌 所以 造成賴清德 跟民進黨 現在要正衰起壁 要改革向前的最大障礙 就是你蘇貞昌賴著不走 所以 我希望蘇院長能看清楚這一點 蘇院長這麼多年來 沒功勞也有苦勞 這是事實 但是 為國家做事 應該是只問過不居功 我再一次強調為國家做事 就是只問過不居功 問過不居功 就是謙卑謙卑再謙卑的最重要的意義跟精神 你如果連這一點都搞不清楚 那你還是我們創黨的元老 天啊 所以 我希望蘇院長應該聽得下去這個勸 這應該在兩個禮拜前一開完票 他就應該立刻做的事嘛 蘇院長應該很瀟灑的 揮揮手 不帶走不帶走一片雲場 但是應該 順便帶走那根撞球棒 他就說 有意思說 如果賴金人當選這個黨會的話 他引到政府的憲政問題 因為就是一個無實權的副總統 可能會變成有實權的黨 其實 現在沒有所謂的實權 不實權 是不是 跛腳不跛腳 沒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當 代副總統 向 蔡總統報告 他想來 出任民進黨的新任主席的時候 在 蔡總統有 同意的那一剎那 其實已經很清楚 蔡總統求的 就是歷史定位 歷史名聲 他現在心裡面思考的只有一項 就是如何 把我們多數台灣人所期待的 就是綠色政權的交棒 能夠 能夠很 安穩的 讓新的接棒人 能夠 出馬 讓社會來接受 來肯定他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契機 那 因為 在這個 選舉結果一出來之後 蔡總統已經立刻第一時間就表達了 蔡總統對 因為 職務 權位 不會戀戰的 因為 他第一時間 該辭的 他辭了 倒是 也有人該辭 但是是口頭murmur幾句 他說 他口頭辭了 那我就說 他辭了 他說他被挽留 那我就說 你真想走 誰也留不住 真想賴 誰也敢不走 這就是現在這麼尷尬的處境 就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這句話 沒想到 是應驗在蘇院長 我們這麼偉大的一位民主前輩身上 請神容易送神難 所以我再一次強調 蘇院長不應該把 簡單的事 複雜化 蘇院長 應該很瀟灑的下台負責 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但是順便 帶走那根撞球桿吧